新竹不一樣幸福正飛揚 歡迎收看領頭羊會客室 我是黃家慧 負債是個沉重的壓力 誰都不想這台高竹 但地方政府的財政是越來越困難了 不少縣市都陷入了財政危機 糟苦連天 只能看著負債是逐年的增加而武力回天 那麼新竹縣不是六都也不是直轄市 更不是坐擁最多資源的縣市 但是勸得憑著自己的本事 我們來繳出三年減賺117億元的成果 排名全國第一 到底是怎麼辦到的呢 我們先進一段VCR來看看 楊文科上任三週年 展現經濟成果與交通改善人民有感 其中新竹縣三年來更是還債百億 不債留子孫成效傲視全國 我們的財政可以講是從20年來 我們的決勝的剩餘的比例 是全國連續三年都是第一名的 我們去年的決勝的這個金額是達到53.7億元 那我們看看我們的債務比 我們的長期的貸款的比例 現在是降到20.2% 財政是施政之母 進行十年的財務規劃 靠著跟銀行溢價降息 每年省下7000萬元的利息 三年還債117.23億元 決算剩餘比例連續三年全國第一 以各縣市政府平均每人債務來看 每位縣民負債1.7萬元 低於新竹市每人負債2.3萬元 積極還債但社會福利不能少 不僅每年社福增加1億元 也維持老人年金 新生兒營養補助 學生免費營養補餐等福利 錢貸款是好事情 你要做投資 還債的話 我們要轉貸借減息 就是我們用跟銀行溢價 我們可以把利息價格最低 我們每年都降了 大概減了大概7000萬元 就是整個財務的操作 是我們推動所有的政務部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力量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跟大家報告 明年起也要發放 連續十年涉及逐縣的 65歲以上長者 每人每年1萬元的重陽敬老金 縣府透過節省債務利息 政策工具增加收入 還債有成 實實在在展現客家精神 好 那麼俗話說 巧妇難為五米吃吹了 縣長您身為新竹縣的總舵手 所以是不是您在上任之後 所以就深刻的來體認到這一點 所以是積極展開了這個還債的計畫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縣政府其實就等於一個 大的一個公司一樣 所以我們這個財政 就是我們的訴訟之母 我們做任何事情必須要有錢 那錢怎麼來 我手上有多少錢 我要怎麼來用這個錢 那這是我們當縣長就必須要考慮的事情 我們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我們不應該把這個債留給子孫 所以我上任之後 我就先盤點我們有多少資產 我有多少的現金 我要做多少事情 所以我上任之後 我就特別請財政處要做一個研究案 我們就請了這個中華經濟研究院的一個專業團隊 來規劃我們新竹縣 未來十年的一個財政的一個狀況跟研究案 那我們從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就了解到就是說 我這個十年的期間 如果很樂觀來看的話 我們的財政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中信來看的時候 就是可能要稍微借一點錢 那如果悲觀的來看的話 要借的錢比較多一點 他的結論大概是這樣 我們就依據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們就是來諮詢 來推動我們的各項財政的工作 所以我們在施政的原則就是 要開源節流 該用一定要用 該省就要省 我們開始施政 第一年第二年到了第三年 我們就還再還了117.23億 這是全國第一 那我們還了什麼錢呢 我想這個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的還的最主要是 所謂的一年期以上的債務 就欠一年期的長期的債務 這個我們還掉51億 這要先還 另外一個是短期的借款 也就是一年期以下的 我們還了25億元 另外還有一個自償性的債務 我們還了41.23億元 那更重要的是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決算 就是你預算到最後的決算 決算的剩餘的金額達到53.71億元 這是我們新竹縣市的紀錄 也同時拿下連續兩年 決算的剩餘的全國的第一名的佳績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實施 我們整個對財務的掌握的情形是這樣 我們開言就是 我們要運用我們 縣府在推動各項建設的時候 有很多政策的規定 工具給我們來使用 那比如說我們可以用BOT的方式 也可以用BOT的方式 也可以用這個設定地上權 驅淡徵收 土地的出租等等各種方式都有 那我們最具體明顯的 我們AI智慧園區 那是我們縣府的土地 我們就用設定地上權的方式 我土地不賣 那這樣的時候 我可以收權利金 可以收租金 土地還是永遠是我們的 那我們用BOT的方式 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我們竹北的圓百公司 跟我們的土地拿去也是租給他 因為是BOT的由他成租 然後也要繳我們的權利金 那同時我們也特別規定 就是你的營業 達到某一個標準的時候 要給我們這個 百分之三的這個利率要給我們 就是你做一百億要給我三億 你做業多我們分得更多 這是用BOT 但它土地還是我們的 這個五十年後還可以再加二十年 那之後這建築物要變成我們的 所以這個是對我們來講是保障更多 那另外一個 BO的方式就是你建築物是你的 所有錢 土地所有錢也是你的 操作營養管理也是你的 就像我們的這個高效能的焚化爐 就是由你來投資興建 我們協助你整個這些土地的變更使用等等 我們幫助你讓你完成 同時我也保證我的垃圾要給你去燒 這個保證的量讓你可以來燒這個垃圾 那這各種不同的方式就是開源 我們有錢可以收入 有權利金有租金 然後還有一個分紅 那另外還有一個 我們要去還錢 還錢可以節省利息 就是如果利息高了 我們就要還它 像利息低的銀行借錢 像這個轉貸減息 我們一年就省了七千萬 這是我們在財政的操作 我們這樣還債 我們還要做很多的各項建設 比如十大交通基礎建設 我們都要自籌款 我們這個都沒有問題 只要中央給我們這些預算 我們自籌款 我們都可以負得出 同時對於這個社會的福利 還有教育的投資不斷的增加 這個是一定要做的事 你想想看社會福利金 從18億到變38億 我這個四年的期間 逐年增加 等於從18億到38億 增加了21億 就是我們有能力 讓這個社會福利增加 學校的這個經費的預算 在我們的總預算裡面 達到43% 大概是156億 預算的金融 都投入到這個教育去 就讓學生這個校舍的改建 軟體的這些 教室的一些教學設備的充值 我們都不斷的增加 甚至於這個營養午餐 我們又改為聰明營養午餐 讓他吃得更聰明 更有發揮的這個創造力 思考力等等 所以我們新竹縣政府 是一個有能力的政府 我們可以去投資創新 可以幫縣政府賺錢 然後我們對教育 對社會福利一點也不手軟 全力的投資 縣長剛剛有提到了 我們這個竹北市的自強七階 我們的 立體停車場的BOT案 就是呢 催生了我們新竹縣的 第一座的影城 那麼投資金額是高達了16億 那目前的進度呢縣長 自強七階立體停車場的BOT案 這個投資的進度 目前是正在做內裝之中 那預定今年的8月份 他的這個公共的停車場 就可以來先開放使用 10月份的話 他就可以整個來開幕營運 這是我們新竹縣的 第一座的這個影城 在停車的部分 大家也不必擔心 我們有596個 這個汽車的停車位 那有269個是機車的停車位 那這個在那邊停車非常方便 這個影城裡面有14個這個廳院 這裡面還有商場 還有很多的這些 可以吸引年輕人來 來這邊來享受這些餐點 那特別是年輕人很喜歡的 有這個金色山脈 和牛吃到飽 還有韓式及日式的料理 更有運動類的這些 麵包的親食啊 主題的餐廳 這些的櫃位在那邊 所以這個是年輕人很喜歡去的 那同時我們也規劃了 親子的這個遊戲的空間 我想這些場所 我們也會把它當作 回饋當地居民的一個公寓的空間 讓大家小孩子 都可以來這邊走一走逛一逛 所以我們都非常期待它趕快的 十月份到來 開幕我們不讓呢 憲民的這個納稅錢是平白浪費 所以憲夫是努力來拼減債 那麼績效呢是傲視全國 也因為呢財政是健全了 民眾的生活呢才能更好更便利 那麼下段的節目我們要繼續來看呢 我們新竹縣呢 除了環境呢和公共事事要打造好之外呢 吸引廠商進駐 那麼地方上的這個傳統和特色產業 更是不能忘記 我們要來全力來協助他們 創新再升級 完過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那麼我們剛剛說到了這個招商拼金器 我們要有廠商的投資外呢 我們更需要呢在地產業的幫忙 但我們不少的中小企業呢 是普遍的面臨到我們這個缺乏技術呢 人才和資金的困境 所以呢政府呢就推出了中小型的這個 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也就是所謂的SBIR計畫呢 要來幫助呢傳統產業的轉型和升級 新竹縣政府呢這幾年也努力了來推動 今天我們就邀請到三位來賓呢 來和我們一起看呢 新竹縣的產業創新之路 首先我們邀請到新竹縣長楊旺 歡迎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歡迎縣長 再來我們邀請的是 參與這個計畫的這個產業的代表 是法齡國際的董事長李文娟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接著我們再歡迎呢 惠家健康生活科技的董事長楊淑貞 歡迎 主持人好縣長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惠家健康楊淑貞 好歡迎三位喔 那麼首先呢 我們要先來請教縣長 就是我們從中央呢到地方 我們是大力來推動這個SBIR的計畫 那麼您認為呢 對於我們新竹縣的來說 實質上我們的我們的幫助是什麼呢 而政府呢 我們可以提供什麼樣的這個協助 來幫助企業呢 是的 我想我們中央跟地方都在做SBIR 也就是說這個小的企業 中小企業的 Innovation創新跟研發 那我想中小企業最需要的是什麼 就是他在這個研發方面 我們政府給他臨門一腳 對 給他一些資金的幫助 也給團隊給他一些輔導 讓他在關鍵的時刻 可以提升他的研發能量 然後去蓬勃的來發展他的這些業務 只要他研發創新出來可以應用的話 那他就可以來上市 或者是再來擴大他的規模 所以這個重點就是我們要怎麼幫助他 我們是補助他的一些經費 讓他可以好好的充分利用 那到目前為止我上任之後 第一年是補助了14家的這個廠商 那第二年是30澳家 那今年是有31家的廠商 那總共有77家的廠商 獲得我們的支持 這77家廠商裡面 最主要的都是包含這些電子 這個資通啦 機械啦 民生化工 生技製藥 服務文創的這些領域的一些廠商 那我想每年我們都一起看 我發現到真的很棒 像今天來參與今天一起來座談的 這兩家我都親自去看過 真的是很棒 等一下他們也會做很多的一些說明 好我們這樣聽起來呢 我們的轉型創新計畫 我們這個11住行呢通通都有 那麼現在我們可不可以舉幾個案例 來讓我們謝敏來了解感受一下 好我想我特別要提到的 我有去看過的 剛剛講的法林國際 他是利用AI的這種頭皮檢測的技術 事實上我也去試了一下 我覺得這個可以幫助很多人 沒有頭髮的讓他長頭髮 白頭髮變成黑頭髮 那這個到底怎麼樣 底下可以請他多講一下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那會加健康生活科技 我也是去看過 那是當時在看就是 這些老年人怎麼樣後的照顧 因為這些護理人員 你沒有辦法每天盯著他 他用他的這些方法 我想怎麼樣來讓這個沒有人看 這些幫忙的這些照顧的人 都會按照時間來照顧他 我想這個讓我也是非常驚豔 那等一下可以請他來說明 那另外我們也在竹北 我們有一家叫 新快取有限公司 就是他就結合用餐的車道 還有三家的雲端餐廳 他透過軌道來送餐 AI車牌來辨識 這些取餐的資訊顯示 系統的快速取餐的模組 那這個部分也是全台第一家 目前還在建置之中 因為我們補助他 讓他去研發 這個相信很快就可以帶來新商機 所以我們這77家都有不同的特色 紅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它也推出了一個運動的一個APP 這個APP它可以拍你 看你的運動的這個知識 還有這個次數還有等等 來判斷有沒有效 如果你獲得運動的知識不對的話 那他也可以來告訴你 來改變你 讓你達到充分的一個功效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特別的 那另外有一家叫做 看山手奏有限公司 它是利用這個3D的模型 跟AR的技術 它可以把你想要的這些家具 它可以把你帶到你的家裡去 來擺來看 我想你就覺得說要不要買好不好看 我想這個都是非常創新的這個技術 所以我想這些就是我們這個SBIR的一些成果 我們也希望我們繼續的在推動這個SBIR的這個計畫 我們今天現場也請到我們兩位的這個產業代表 來和我們分享 首先我們要請教這個李董了 這個你們在這個美容美髮的這個服務上 這個經營上其實也經營了很多年 那麼參與這項SBIR的計畫呢 對你們的這個產業的改變是什麼 那麼是不是也相對來可以來提升你們的服務品質呢 本計畫呢是以AI這邊的頭皮檢測技術 為頭皮養護服務的數位轉型 去做穿真引線 所以我們重點是要讓創新服務能夠導入 產業人才培育還有養護產品推廣 達到前所未有的一個完美融合 也突破了傳統的屬於頭皮養護或者是美容美髮 他們沒有辦法與IT的技術去結合的困境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是頭皮的檢測問題交給我們的AI 那那些專業的人才就讓他能夠大量的聚焦 在他們的服務手法以及現場的流程上 他有針對於在於頭皮這邊 他有一些很好的天然植物草本的配方之外呢 就是其實透過AI 我們三個小時可以看到他的一個改善的變化 譬如說他本來有一些化學殘留 或者有一些有一些他本身的 譬如說是菌或者角質或者油性 他都有得到一個改善 那有一些譬如說剛剛縣長提到 可能他有落法的情況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他針對於落法的原因去做他的一個補強 所以縣長他已經體驗過了這個掛包鏡 這個研發創新都有成果了 是 OK 那麼楊董這邊呢 我們是長期致力於在我們這個嬰兒 以及這個老人照顧的產品的這個開發上 所以SBR的計畫呢 這個經費挹注呢 讓你們做了什麼樣的嘗試呢 我們這個技術叫做 N4非侵入性光纖生理監測技術 我們把它應用在24小時 安全與健康的自動尋防系統 不只是有嬰兒的也有老人的 在SBR協助我們的部分呢 是因為我這個產品是從一個680克早產而發明的東西 我們以前都在致力於嬰幼兒的一個照顧 可是SBR幫助了我們去應用到老人的一個照顧上面 這個24小時自動尋防系統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叫做 要配合評鑑 評鑑裡面有個非常會造成老人的一個 生命安全的問題叫做 有沒有幫他翻身到位 所以我們利用AI來去讓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拍打有沒有翻身 有沒有真正落實 以前都是打勾打勾打勾 能知道他有沒有翻身到位 在保順有了更好的一個成果 他剛開始就是這個SBR用進去之後呢 不到一年救了兩位老人家 就是說因為夜間巡視的時候 通常都是兩小時巡視一次 順便翻身擺背 當發現老人家有問題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 通常他們說都是辦後事 自從有了我們的東西 我們填補了照顧者 不在被照顧者身邊 一有狀況馬上警示 他就過去CPR救回來了 他們好高興 連家屬都很高興 所以要感謝SBR讓這個 像現在他們有七十幾床 都是由政府SBR去贊助的 那麼楊董 在這個方面呢 我們產業呢有了創新 是否我們有為地方呢 留住了這個就業人口 或是吸引青年 我們來返鄉投入呢 這塊呢 我們公司裡面的人才 有一半是新竹在地 其實真正的重點是 我們把它真正國際化 像這個項目呢 已經被聯合國相關報告 列入全球顯著創新項目 跟嬌生莫德納AZ並列在裡面 然後我們又進駐到 新竹生意園區的第二生計 其實整個生計人才 他會更願意來參與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們甚至這個技術 還拿下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 所以我相信這種 很多的一個地方的一個協助 雖然只是地方 但是我們應該把眼光看到國際上去 所以我不只是在新竹上用 包括剛才說的AI翻身到位 也已經擴散到中南部 各個地方的養護中心 所以事實上 更重要的是要推廣到國際上 所以這個從地方上的幫助之外 我們還擴及到全台 甚至我們接軌到這個國際 那這個李董這邊 我們的這個產業的創新 是不是有吸引到建議人口 或是年輕人來本鄉來加入呢 是法齡到今年已經有15年在業界的時間 所以在人才培訓上 我們一直希望他能夠一直持續的進行 我們現在就是除了在業界裡面 我們持續的會從現場募集之外 另外就是我們會跟學校去做產學 所以當孩子他們在學校的時候 我們就提早進去跟他們做交流溝通 能夠將人才先預先的 先讓他留在我們的體系先去做了解 之後呢讓他產生興趣 畢業之後呢就可以到我們這邊去進行 一個他本身的一個培訓 跟他自己之後的生涯上面的立足 所以這個兩位的這個產業代表 是經歷了這個申請SBR補助的這個過程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請你們 以過然而然的經驗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給想要申請這個中小企業的這個夥伴們啊 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或者是面對趨勢呢我們要來轉型改變 所以心態上我們又要怎麼樣來做調整呢 李董 針對於申請SBR其實對法林來說 我們是充滿了感謝的 那藉由AI這邊的數位轉型 我們讓自己本身不論說是在於產業升級 藉由這塊IT也大大的解決我們在執行上面的痛點 所以對於SBR經過這一次的申請 我們很榮幸的縣長能夠到我們店裡來這邊 去體驗去給我們鼓勵給我們支持 在於頭皮健康照護 我們希望能夠立足於新竹台灣之外 我們接下來明年度我們也往國際去做拓展 所以我這邊也鼓勵說 這些中小企業你們自己本身缺乏資金 或者缺乏這些專業的這些專家的建議 能夠大大的踴躍的來申請SBR 能夠讓自己的能量 藉由政府這邊的臨門一腳 讓我們一舉往上躍 將新竹線 將台灣的亮點帶到國際上 讓大家都知道我們台灣有多棒 哇 充滿了正向能量 就是政府的補助再加上我們的勇於嘗試了 所以這個楊董這邊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這個產業要來這個轉型和創新 我們心態上要做怎麼樣的調整 SBR補助的是創新 對 創新這件事你第一要想的是什麼 你解決社會什麼樣的問題 像例如我們的東西我們最重要是什麼 不穿不戴 沒有電磁波 你要知道小朋友不能戴口罩 那個老人家有貢病 他也不希望你戴這麼多東西 你如何在他武感中監測 這就是我們的創新 而且最重要是護理人員不能24小時去巡視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東西填補了他們不能巡視的時間 讓所有的寶寶跟老人都是安全的 所以創新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你既然要申請SBR 他就是希望鼓勵創新 所以第一你要想的是 你解決了社會什麼問題 而且不是新竹線而已 是普遍的問題 然後他可以擴及到整個全台灣 甚至整個全世界 他就是一個最棒的創新了 那麼就請縣長我們就這部分 來是為我們新竹線帶來了多少的 這個就業機會和收益 我們能不能量化來說明呢 好我想剛才兩位董事長講得非常清楚 事實上創新剛剛講很對 就是這個問題要找出解決的方法 所以創新跟發明又不一樣 我們這個創新就是那個方法那個技術 你要把它轉變為有營收的 有這樣的有營收的 這個才是真正的叫創新 所以我想這個我們的SBR 真的是帶來了對很多的中小企業 有很大的發展 讓它幫助他們臨門一腳 那我們目前在108年的時候 我們是投入了1,139萬元 那我們創造了3,500萬的營收 那在109年的時候 投入了2,499萬元 那我們的營收就創造了1.13億 就是增加了非常的多 那去年我們投入2,400萬 我們期待這31家能夠帶來更高的收益 所以我想這個真的是幫助這些中小企業 這個讓它提升它的研發的能量 那我想今年度的 我們是計畫是在5月份要來收建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勇要的來申請 我們拼出未來30年的榮景 我們真的要一步一步的來實現 那不論招商引資 減少負債 或是我們傳統產業的這個創新技術 其實我們目的都只有一個 就是要來幫助縣民 來打造更好更完善的成家立業的環境 讓大家願意來新竹縣居住 那麼我們有工作有福利 而且樂安居喔 今天我們非常謝謝三位來賓 來和我們分享我們產業創新的成果 謝謝你們 謝謝 新竹不一樣 幸福正飛揚 也謝謝您收看今天的領頭羊會客室 我們下次再會囉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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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